大家好啊 这期视频我想老调重谈一个话题啊 就是关于阿民对这个新冠肺炎 武汉肺炎 听我说武汉肺炎不顺 听不顺的人 可以直接把阿民拉黑 不能跟我辩论什么问题 拉黑拉黑拉黑 早拉黑早超生 我想谈一谈我对这个武汉肺炎的看法 因为前段时间我已经说了 我对这个病毒已经是有一个 你说阴谋论也好 什么样也whatever无所谓啊 我认为这个病毒不存在 OK 或者说这个病毒被夸大起始了 所以这段时间我在接活的时候 每次都在每天都在逛 每天都在逛Home Depot啊 我已经不想再戴口罩了 口罩我直接摘了 我就直接是一张脸进去的啊 因为在美国有些人打了疫苗 他就不用戴口罩啊 但是我没有打疫苗 我也没做过任何检测 我把口罩一接就逛Home Depot去了 每天如此啊 而且每天中午的午餐 我都是吃麦当劳的这个 这个这个 Big Mac是吧 巨无霸啊 麦当劳也很多人啊 你站在吃饭 你要知道麦当劳是个封闭的环境 是不是 我们都在吃饭 吃饭 呼吸呼吸 病毒充斥着整个餐厅啊 我天天都在麦当劳吃午餐啊 用我活了40年 你也可以讲 你活40年白活了啊 你不不懂科学啊 whatever 我无所谓啊 我没有兴趣跟你争论 反正我就是口罩不戴了啊 疫苗也没打 裸奔 会有事吗 要不我们打个赌好不好 那些觉得你这样早晚会得病啊 早晚会中症死亡 要不打个赌好不好 如果阿民现在口罩不戴 就这样裸奔 没死 你给我多少钱 OK 如果死了 我的一场全部给你好了 要不要玩啊 所以我根据我的知识 经验和感觉判断啊 这个疫情 以及这个疫苗 都是一场 我不能讲他 因为这个世界 他不是说 百分百 假的 百分百 真的 不是这样 他是真中参假 假中参真啊 这个疫情 肯定存在啊 疫苗肯定有效 这疫情 有多严重呢 who knows god knows啊 这疫苗有效 有多有效呢 god knows who knows I don't know 所以你就不知道啊 这个世界的这个发明这个病毒的人 以及发明这个疫苗的人 以及鼓吹这个疫情和疫苗的媒体们 以及这些政客们 你们到底在玩什么啊 你们到底后面有什么利益啊 把全球的人民忽悠的 反正我是不care don't give a shit 我已经不在乎了 所以我不戴口罩 继续裸奔 OK OK OK